SAME WUCHA WUCHA 实在 好料理 想学的好菜 在这里 好的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活力主厨 余凯勳� Exec 你好 帅气 美丽 好不好 我都一直你 不会 帅气 美丽 美丽、你投画啦… 你今天的主题是什么的 今天是兩個爸爸的味道爭霸沾 是來比開誰比較臭嗎 是 比較會做吃的 比較好吃 只拿兩位爸爸的歡迎他們出場 好不好 這是我們的高山峰 還有我們的潘露吊師 兩位 謝謝 中間請 中間請 來 兩位都是新手爸爸 是… 潘老師是… 然後再一次 沒有 我兒子已經快要兩歲了 潘老師兒子就剛排三個月而已 三個月 所以這個 今天要做這個PK 我覺得不公平了 因為這個盲場已經出了這個 關於料理的書了 是的 我的新書第三本書 爸爸的味道上市了 而且呢 他剛好就是一個Baby食譜 對 不是爸爸的味道 是這個食譜書 真的 因為我兒子從開始離乳 開始吃富士皮呢 我就每天做菜給他吃 所以呢 就是我把這個中間的過程 記錄下來 如果你不是新手爸媽 沒關係 你買來送朋友 送禮自用兩相宜 太好了 潘老師 做菜 做菜基本上呢 是一直都有在做 只是我們有跟他 跟他的做法不一樣 他做是小朋友吃 我們做是老朋友吃的 來 會打碎的是不是 老朋友吃是不是 打碎那是不用啦 沒有 那是已經太老了好不好 我們是這個 從小就兒兒如木人 對 然後附近就是眷村人 最喜歡那邊 眷村菜 對 所以我們常常在家裡 就跟人炒過什麼菜 弄湯或什麼之類的 好 經常都有 兩位感覺上都是有點驚豔的 所以兩位今天PK 我跟你講喔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是 在那邊的那一群呢 就是你們今天各位的評審 好不好 我們歡迎評審團 來 努力人 閃燦還有這個 敬禮 敬禮哥 對 娜豆 製作單位對你太好了 你錄影的時候 還有同學來陪你錄影 這樣子 他們是我們小小的耶 兩位我們小宇宙的同學 那兩位他們是在料理界 都是赫赫有名的朋友 對 小廚神 兩位PK今天有獎品 今天的獎品呢 就是我們的五分鐘出好料 贏的人呢 就可以將我手上這個 高級的平底銅鍋帶回家 而且平底銅鍋它導熱快 最重要的是 煮菜味道特別棒 對 神華絲導熱快 可以煮出食物的原味 就是黃銅鍋 是的 而且價值差不多要兩萬塊 好東西 真的不便宜 價值 我跟你說 鍋子有兩百塊一個 也有兩萬塊一個 但是你用過就知道它不同 我是夢過這一段 我們講過這個 好 馬上展開今天的料理大對決 好 兩個新手爸爸料理大對決 對 No.1好不好 我們Part1的部分呢 我們題目是什麼 好 我們比的是快很準 五分鐘要出好料 那我們今天的題目的是 營養早餐 好啦 我們兩邊就定位 準備開始PK 來 請就定位 實際操作試試看 什麼分配 位置這樣對不對 我覺得這邊不錯 那就這樣子了 我們就從老師妳這邊先看 我先來是吧 好 我們現在計時開始 好 各位 早上週五分鐘的時間 我們要做什麼呢 來… 今天是潘老師 今天要來幫助這個小朋友 今天潘老師要幫你們做一個 嫩草雞胸 法式吐司 好不好 好 小朋友 老朋友都OK了 嫩草雞胸 法式吐司 對 法式吐司 好不好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酒 對不對 酒需要講 一定要先把這個嫩雞 一定要稍微醃一下 雞 對 要稍微醃一下 大新早就灌小朋友的酒這樣好嗎 這當然不好 當然不好 所以醃一下 我們就灌這個肉不是酒 好不好 你知道嗎 他剛講到吐司 旁邊小朋友說是吐司 吐司喜歡嗎 吐司一定要吐司 像你這種成熟的孩子 你會喜歡吐司嗎 我跟你講吐司 吐司 吐司 喜歡 那靜宜也喜歡吐司嗎 也喜歡 宅姨也喜歡吐司嗎 宅姨也喜歡吐司嗎 好 我覺得吐司就是很好吃那種 就是嫩嫩的 也不會太硬 就是甜蜜的感覺 注意剛剛有說法式吐司 等於說要裹蛋 這個應該是不錯 老師你應該要用大的 老師你現在已經在打蛋了是不是 要用大的網 我們用大的網 太小沒關係 可以… 如果有一些手忙腳的話 你是OK的 打蛋先 我們打蛋先 我們打蛋先 我跟你講 在打蛋的同時 有一點很重要 蛋雖然一樣 但是一定要什麼 奶香 所以我們要加一點點牛奶 漂亮 牛奶 一分十秒 一分十秒 怎麼樣 一分十秒 超過五分鐘 我們就直接翻桌 真的翻桌嗎 好 蛋打好之後 就先擺在旁邊 重點是 我們現在開始 這個嫩草 一定要什麼 一定要先把鍋底 那個是檸檬汁 這是檸檬汁為什麼 檸檬汁丟下來 鍋裡面香一點 你這道菜好特別 結果你現在做錯了 還有老牛 那是油對不對 不是 他原來是油啦 他為什麼弄下去 他一定要有一點點味道 他絕對要有一點點味道 這個時候呢 嫩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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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嫩雞 雞不用果粉是不是 不用… 果粉就勾芡 就太腸了 好不好 好 這個時候就要加一些意大利香料 好 這香料名字是不是 對 這是一個混合的一個 對… 對 沒有錯 好… 它不能太多 一點點提香的 對… 潘老師 如果你做菜的地方 有什麼不懂的啊 你可以看一下我旁邊這本食譜 絕對可以放得上你的忙 你這裡沒有問色狀的菜 有… 因為這是我大北敵的菜色 是不是… 對 而且雞胸肉很好 它不管是減肥啊 想要練身體的人吃 對 對 因為它是白肉的部分 不是紅肉 小朋友吃呢 也可以補充很不夠的蛋白 好 沒有錯 已經過了2分30秒了 現在不得了 不得了什麼 是 我們在葫蘆站 有沒有葫蘆站 我跟你講 我們這個是有秘密武器 對 我們今天的秘密武器 小秘密 拿出來了 是 小秘密也想 芒果泥 好 沒芒果泥那麼尖叫聲 感覺到厲害 小朋友多愛這個芒果泥 芒果加雞肉 這個感覺非常清爽 我跟你講 小朋友應該覺得香氣啊 什麼的感覺 而且是夏季前面的料 對啊 這個夏天芒果最好吃 顏色看起來怪怪 這你就不懂了 我跟你講是營養夠 而且雞肉好像炒不夠熟 就這樣來 芒果泥加進來是提香 是讓它的味道 讓小朋友覺得說 它有果菜的味道 有水果的味道 如果你能不能再加一點點奶油的話 奶油 奶油… 真的奶油 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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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加奶油的味道就很棒 有沒有 這個因為幾個他們的 奶油味道出來了 他們其實也在趁機跟你學 奶油味道出來了 是 但時間過多少呢 現在已經過了3分30秒 你等一下1分看了 好 對 笑聲要來了 肚子餓了 爸爸 來 我們先把這個東西 先擺在旁邊 好 都熟了 當然 好 插一下 然後 掃食重點是什麼 我們剛剛已經完成那個雞的部分 對 那個雞的部分 好 放有時間 大概就是吐司跟這個蛋下去 對 就鼓它 老師你剩1分鐘 1分鐘這樣 好 來… 對… 你是要沾下去煎嗎 我要沾下去煎 你剛剛應該整個倒下去 你知道 因為它那波線是在放的 太多時間 而且不用加油 還有… 還有… 先不要急… 沒有… 我們沒有人急 好不好 你趕時間是不是 我好想… 待會兒有課要上 我好想把那個馬錶給弄壞 不可以 不想放個火把那個馬錶給燒了算 可必王太太要來拜訪 好 重點來了… 重點來了 很重要的重點就是 我們一定要加點油在你的鍋裡面 要不然… 對不對 對 加一點點這個油之後呢 再加一點點奶油 它味道會更香 你看一下… 因為這個法式吐司 重要的地方是 你這個吐司要沾滿蛋汁 這樣才… 對… 吐司一定要沾滿蛋汁 這樣才嫩 對… 好啦… 好… 你剩… 一秒鐘 我剩一秒鐘嗎 已經超過了啦 真的嗎 沒關係… 但是你是新興手爸爸 我們會幫你就是 多延長一點時間 只是幫你扣個分 我們稍微幫你扣一點分這樣 對 不要扣一點分 而且你吐司還給我弄到裂掉 不是… 不是…小朋友不一定要吃完整的吐司 小朋友也不需要一個完整的家庭 不是… 小朋友需要一個完整的家庭 不需要完整的吐司 好不好 好… 加油… 不是 我跟你講 東西好吃 東西好吃管它漂亮不漂亮 小朋友幫潘老師加油 對 不懂這些掌聲的意義是什麼 是不是 就是… 對 敬可憐的掌聲還是什麼 照顧老殘窮 小朋友一定喜歡 好… 好… 看了沒有… 接下來不得了… 接下來不得了 接下來就好啦 沒有…沒有好 沒有什麼可能這麼快 當然是我們一定要 重點是要把這個 一片一片的拿起來 對 因為它熟了嘛 故意把它弄碎的原因 是可以增加 小朋友一個拼圖的能力 你知道嗎 你用技巧版的一個原因 可以做它 好有眷春菜的風格 真的 加油… 吃完之後 小朋友要不要來碗乾麵 加點炸菜 還是在計時呢 真的還在計時是嗎 對… 還在計時 這兩個東西要怎麼結合 我跟你說 這兩個東西怎麼結合 對… 這兩個東西根本不用結合 你搭湯汁一口這個… 沒有我隨便講講不要當 你看… 看… 好… 好… 一片 這首不得了 到底什麼不得了 你看看 是不是… 漂亮了吧 還滿美的 還滿美的 除了不是很平均 你放作業了… 沒有 我們要讓小朋友 自己去有組合的能力 一… 好不好 這一幅作品 你一定在破碎 不是一樣嗎 小朋友差一點 他這個菜裡面 還加芒果耶 一定要 他入口即化 你看 小朋友很喜歡耶 小朋友果然沒有善惡之分 我的雞丁來了 沒關係 你趕快你再計時 你再計時 我還在計時 我還在計時 老師 可以不要再計了嗎 雖然看起來是 好像不怎麼樣 跟家人點綴有沒有 你發現 這種感覺 感覺怎麼樣 很破碎 感覺好像那個 在施工中的台北街頭 不要這樣說 好 完成了嗎 完成了 好 有沒有 我們的潘爸爸的早餐的味道 花了我們的8分22秒 你的表有問題 好久喔 你的馬表有問題 而且我剛在你插鍋的時候 我還按暫停按了20秒 真的嗎 還送你20秒 我還送你20秒 真是太人性了 好 完成了 來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好 好 謝謝余凱做我的小助手 準備好了嗎 首先我準備 我可以計時了嗎 好 你要先講還是要先計時 沒有 你先計時 我一邊做一邊講 好 我們的高爸爸時間 計時 開始 做什麼 首先準備兩個鍋子 我今天要做的菜名叫做這個 新手奶爸高山峰的廚藝 是不是能略勝一籌呢 廣告後即將揭曉 好 我今天要做的菜名叫做這個 清酥 然後起司捲餅 好 講完就做了先十秒 你快一點 然後我已經 我已經熱好鍋了 然後這邊熱好鍋了 這個是這個煎鍋 然後呢我就把這個捲餅皮呢 對 好 放進這個鍋子裡面 然後直接煎它 其實它已經就是有調味過的捲餅 對… 你看它裡面有蔥花也有些芝麻 2分30秒 對 然後呢這個時候呢 我放進這個 這是什麼葉子 高棧塔 不是 地瓜葉啦 地瓜葉 我把它放到熱水裡面穿燙 燙青菜 3分鐘 好 燙青菜我覺得不錯 很健康 對 把餅皮預熱的過程中呢 地瓜葉呢 大概差不多1分鐘的時間呢 就可以熟了 是的 差不多 你也過了1分鐘 對 真的嗎 那我時間拿捏得還不錯 一共4分半鐘 所以現在呢我把它這個 放到小碗裡面 裡面呢鋪著這個廚房紙巾 把地瓜的這個葉子的水分呢 把它瀝乾 對 瀝乾了之後呢 好的 余凱 你幫我把這個火關小一點點 OK 我就要拿出我的秘密武器啦 葫蘆 你的葫蘆在這兒 秘密武器 秘密武器是什麼呢 是什麼 奶油 奶油是用來做什麼... 該不是要拌地瓜葉吧 對 我第一次看到這樣做法耶 對 小朋友覺得怎麼樣 好緊張喔 你太好了 我好愛你了 是不是 教育實在太重要了 老師 5分40秒 其實很香啦 因為這個菜呢 可能會有點澀澀的或乾乾的 小朋友通常也不喜歡吃芹菜 所以呢你用奶油呢 把它做一個濕潤 然後呢會比較有味道 好 注意時間好不好 好 現在呢 現在是用蔥花餅嗎 餅已經好了 這就好了 對 然後我現在呢 要在上面鋪上起司 起司 起司OK 對 你的起司才是有味道的啊 它上面是有一顆一顆 有一顆一顆的 應該是大蒜味的或是蔬菜味的 對... 然後起司呢 我稍微把它擺到上面來 好 因為呢 現在餅皮是熱的嘛 起司就會稍稍的溶掉 好 已經過了2分30秒了 實現是5分鐘是嗎 對 好啦 你挑一段5啦 因為我現在3分鐘就做完了 好...來... 那我現在呢 把這個青菜呢 翻過那個奶油的青菜呢 舞蹈上面去 這個有點像是學生料理 好像不太像是爸爸的味道 吃滿營養的 對 這樣子呢 好 爸 你還有嗎 老爹晚上吃宵夜的時候 我就慢慢的把它捲起來 我的天啊 小朋友的早餐 對耶 是爸爸的愛吃的 因為它裡面加的東西 都是小朋友很營養的 有喜歡的 然後又有健康的 對 是的 好 那現在呢 我來把料理刀把它切片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剖面 營養充足喔 好 你切開讓我們看一下斷面 要放在這邊嗎 不要放在這裡 還好 有味 來 大家看一下 好的 好 這個就是呢 我今天做的這個 地瓜葉起司捲餅 計時到 3分31秒 很厲害 兒子 你可以再睡兩分鐘 沒問題吧 這個爸爸的愛又放了一些 讓你多睡一下那個起司 對 這個料理難易度差太多了 對啊 我也覺得 我們這裡煙肉 然後又加醬又拌這樣 對啊 不能這樣講 這樣我們隨便弄 我們也大概一分半鐘 對... 但是這東西呢 我們還是取決於我們這些小朋友 他們同學的這個吃起來感情好不好 我們試吃時間來 雙方使出 渾身結束的料理都完成囉 到底兩位新手奶爸的營養早餐 能不能擄獲孩子們交端的嘴呢 究竟是誰能贏得四位小評審的青睞 勝負即將揭曉 好 好 我們這個 各位這個評分員呢 已經把我們這個成績呢 握在路易恩手上了 好嗎 是的 路易恩 先幫我們公布一下 最近這兩位爸爸PK 誰是獲勝者 獲勝的是 潘老師 恭喜得到我們的銅鍋啦 對不對 恭喜潘爸爸 但是我們要讓這個 輸掉輸的有道理 贏要贏的也有原理在裡面好不好 來 請講評一下好不好 他們有什麼優缺點 潘 潘老師他的 就是剛起床也不會 味道不會太重 然後有水果有肉 還有那種吐司剛好都很平均 也不會太... 就是哪裡偏高很平均 真的很專業耶 妳45歲了對不對 很專業 好 但另外一個老師 高爸爸 高爸爸他就是早餐 我們不喜歡吃太鹹 可是他的那個油有點太鹹了 然後 就是我覺得很鹹 就是很鹹然後 又有放那個起司加地瓜葉 會覺得怪怪的 他的地瓜葉你已經去弄奶油 他是已經有鹹味 結果你要加了起司 對 我們對他們來講也太重了 有可能是這樣 那這個靖怡呢 因為小朋友比較喜歡吃甜一點 這個芒果他有帶一點甜味在上面 加上那個吐司 放那個蛋 所以會比較軟 適合小朋友吃 YES 好 厲害 其實我覺得這樣時間 但就時間來講 我們要幫高山豐加一點分數 是 時間掌握得很好對不對 對 兩位都非常精采啦 謝謝兩位 希望這個電視前面的爸爸 你們有學到一些 新的料理的方式 就把它展現這爸爸的味道 爸爸的愛喔 好嗎 謝謝兩位 謝謝 謝謝 恭喜我們潘洛基老師 接下來呢 我們要進入我們兩位 活力主廚的PK喔 來 沒錯 料理大對決PART 2 孩童料理大對決PART 2 好嗎 我們接下來一樣呢 我們要來迎合我們這各位小同學 他們的喜好 好嗎 小孩童好不好 今天呢一樣有料理九功格 但我們是用呢 就是讓小朋友增加抗抵抗力的食物 就是我們這九種 這八種 對八種 有一個地獄食材 蒜頭 鮭魚 蘑菇 番茄 枸杞 杏仁果 苦瓜 洋蔥 也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多準備這些食材給小朋友吃 它抵抗力會變強喔 對 增加抵抗力喔 好 那接下來出題囉 好 請問 兒童呢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需要增進集中力 記憶力 還有消除它精神不正 以下呢哪一種營養素 可以加強以上的效果呢 A選項就是增強加速我們的 維生素A區 B就是我們的維生素B區 到底是維生素A 還是維生素B呢 然後主廚猜拳決定 剪刀石頭布 剪刀石頭布 來 你看 我猜 我猜 維生素A 那如果是你猜 你要猜什麼 應該會是B區 因為我們平常太疲累的時候 都會補充B區 對啊 剛才說精神不計啊 都會吃那種 你要集中精神 對 我剛才吃喔 就Easy OK 我們會改 你已經選了 剛剛還說你要不要吃B區 答案是 正確答案就是 維生素B區 當然的B區 我平常精神不好 都會吃一下B區 是的 因為呢 富含B區的食物呢 包括有 顴骨類 酵母 小麥胚芽 豆類 肉類 肝臟等等 它可以集中我們的記憶力 然後專注力 可以消除精神不增 當然 這太簡單的題目了 宇凱 好 來 我們請這個 你可以選 萱萱 你選一下 對 因為他才輸了 贏了 我要選 小朋友喜歡的 鮭魚 鮭魚聰明 鮭魚喜不喜歡 喜歡 你現在老師在問問題 全同一起回答 好 鮭魚這個是OK的 但是呢 宇凱 我們這邊就要錄入 我們這個炸彈食材 好可怕喔 食材 是什麼的 胡蘿蔔 完了 胡蘿蔔 因為胡蘿蔔 它也是這個增加抵抗力 但是這個小 很多小朋友不喜歡胡蘿蔔 超不喜歡 不喜歡胡蘿蔔的舉手 怎麼可能 好 想了一下 兩位不太喜歡 一個半 好 我們現在請兩邊呢 各自想三分鐘好嗎 想一下要做什麼料理 符合我們各位小同學的喜歡 來 是 而且今天還要給他們加碼一下 加什麼碼 因為呢 剛剛上一個 我們兩位爸爸已經有禮物 然後我們家塔吉鍋這麼多 你們兩位PK贏的人 我送你們一個塔吉鍋 這不就是我們家的嗎 還要送我們 但是你們不能趕回家 這是我們的家 也對 什麼時候要你自己帶回家 你要拿回去種花餵魚都隨便拿 我也是說你怎麼使用它 都是您的 好不好 對 所以好好想一想要做什麼 好 三分鐘 好 佛麗主廚的主義PK大對決 為了迎賀四位評審的口味 萱萱魚開腳 敬腦汁 準備拿出亞香寶來迎戰 究竟誰能勝出呢 雙方戰火即將展開 三分鐘嗅一下就過了 是 萱萱 你打算用鮭魚做什麼料理 我要做一個 橙汁鮭魚排 橙汁鮭魚排 對 這個聽起來滿厲害的喔 真的 好 那我們就開始來製作 然後這個鮭魚呢 我剛剛稍微買來的時候 稍微用一點鹽巴跟油 什麼油 橄欖油來 對 稍微醃一下它就好了 然後我們先放在旁邊 所以等一下倒上去抹一抹就好了嗎 對 就倒上去抹 為什麼它這樣會比較有顏色還是什麼 它比較不會乾掉 對 然後我們這邊鍋子都先來熱一下 煎兩個鍋都用得到 對 然後我這裡有準備乾香菇 好 乾香菇呢一樣泡水之後 我要把它切成對半 你要加哪一邊 加這一邊 那等一下加多少呢 自己喊 好 好 差不多 所以第一個步驟是要... 我們呢 先把香菇先煎一下 等一下還要炒一下白菜的部分 白菜啊 對 我吃 妳現在做這個算是醬的部分還是什麼 這個呢是我墊在底下的部分 對 香菇菜 所以這邊稍微讓它炒一下 現在呢 就把我的鮪魚放上去 小朋友最愛的鮪魚食材 萱萱能否抓住孩子們的胃 廣告後馬上回來 現在呢 就把我的鮪魚放上去 關火兒 蓋起來 食物的雲味就在裡面 這個正題 關火了 蓋起來 讓它稍微燜個一分鐘兩分鐘 我們再來開蓋 那這是有生食條件的 它是... 它是生食等級的 對啊 生食等級最好 妳沒有煎到 妳說妳沒有煎熟吃起來也都OK 因為我不喜歡就是吃選手的鮪魚 所以我會選擇生食等級的鮪魚 最好的鮪魚就是妳要煎 弄個五分熟期就很好吃 對啊 對 好 麵嫩嫩的這樣 這邊呢 稍微爆一下 之後呢 我要把這個放進來 好香喔... 高麗菜 我們高麗菜 不是這個是白菜 白菜 一樣呢 放進來 白菜加香菇 這樣看起來很中式耶 不是那邊有聞 小朋友都喜歡吃香菇 你們都喜歡吃香菇嗎 一般 人家覺得一般般 有人要投喔 敬意不喜歡 但是其實我是把家常菜 混合到一點點的西式的味道 我希望說除了可以帶出這個香菇 然後白菜的甜味之外呢 然後再融合我們的鮪魚菜 不要吃到大家品嘗一般吃到的味道 對 有點熟悉還有甜甜的香香的味道 妳說實在真的 鮪魚要想成喜歡 太簡單加一點起司 焗烤一下它什麼都沒要 大家都會做 我們今天是教大家做一點都健康的 是 這邊我們剛剛泡完香菇的香菇水 每次這個都不能挑 對 非常好用 高湯 就是我們熟悉的料理中帶點心意 就像旺春風變成R&D一樣的 對 那我現在呢 希望我可以有一個鍋蓋 我要稍微悶它一下 鍋蓋來了 好 稍微關小火悶它個一下下 這個時候我們來看這邊的鍋蓋 已經好了吧 來看一下鮭魚的鍋蓋 一邊已經差不多好了 我要稍微把它呢 翻面 對… 我好想吃這裡喔 好嫩的感覺 我要翻面囉 漂亮 翻一個小小片 然後呢 再繼續開火 看一下 我第一次想要吃這個 應該很做喔 然後呢 再把它蓋起來 那這邊呢 一樣再把它打開來 妳這樣 一直這樣 這很賢慧的感覺 對啊 我媽媽在我家一直換鍋子 換鍋子就… 一次掌握兩鍋 媽媽你為什麼一直開來開去 很魔法的感覺 對 這邊好了 這邊 這邊等 我們這邊好了 這邊等 然後一次就端了一半 你看我好了 對啊 這個 這個要稍微再煮一下下 讓它呢 我們的白菜全部都變軟 再軟一些了 對 但是在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先來加一點點燒水的調味 好 給它一點鹽巴 好 跟白胡椒就OK了 就這樣 對 在這個部分是這個樣子 我剛剛發覺妳那個鮭魚啊 妳連切都沒有切 它剛剛其實很厚耶 沒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啊 我就是要吃這個厚度 這樣才好吃 沒有什麼毛 有 有喔 有的 來 怎麼嘛 你繼續煮喔 那我們就開另外一邊了 對 我們就可以兩邊都煎鋪到 真的 它好像就一直在 好像快OK的感覺耶 對 那其實像這邊比較薄啊 這邊可以切下來有沒有 對 這邊是媽媽要吃的 小孩子不能吃 通常媽媽在後面 都會先把這個精華部分吃掉 對 媽媽每次做菜出來的時候 媽媽什麼都不吃 媽媽就會說 我不會養啦 對 在廚房已經吃翻了 對 好 這個鮪魚排好了 我們先把它拿一個盤子 好 好 我們這個呢 先把它盛起來備用 好 要關火嗎 對 關火 好的 好 這個部分呢 這鮪魚醬好香喔 就OK了 這邊就可以滾了耶 銅鍋真的很快耶 非常非常的快 現在這個菜就軟掉了 而且味道很香 都在裡面 你躲住 好 那這邊我們也差不多的話 我們要稍微把它 先把它起鍋放在 放在那一個小鍋子裡 好 好的 現在鮪魚這個已經煎差不多了 那你這個菜也好 好 你要展示它嗎 沒有 我只是幫你拿 你可以先放著沒關係 不要 我喜歡拿它 好 OK 好 來 好 小心它喔 好 小心喔 這個菜看起來就很不錯 對 所以這樣還沒有完成啊 還沒有完成 我們呢 還好我們剛剛沒有給你五分鐘 做好料 對 所以這一道不在五分鐘 做好料的事情裡面 好 好 這個先放到旁邊 接下來呢 我們再加一點點的油出來 這菜還是淨 淨嗎 淨 淨 裡面都還是水 很好吃 然後呢 然後呢 放一點的洋蔥 還有呢 這邊有一點薑末 妳現在做的是醬嗎 對 醬的部分 醬 很快速的加 我看到那邊有murmur聲 什麼東西 麥克風 麥克風 楊蔥很難吃 麥克風 洋蔥 洋蔥難吃 他們怕洋蔥啊 不喜歡洋蔥啊 那薑呢 很香還好 洋蔥煮得軟軟的 很噁心啊 對 我們吃過那個 那個什麼 就是牛肉丼上面 它有洋蔥軟軟甜甜的 對啊 受洗燒 好 來 這個時候 我加一點點的五香粉 等一下妳試試看 不一定要吃到洋蔥 稍微炒一下 我們這個料理大朋友小朋友 都要一起吃啊 稍微炒香之後呢 這邊有柳丁汁 五香粉玩家柳丁汁 柳丁汁會把整個 我跟你講 柳丁汁會把那個洋蔥變成柳丁汁 對 會讓你更喜歡 而且是有五香又柳丁 對 好 全部加 這個柳丁汁我們一般柳丁去炸汁 對 我用這個柳丁汁 這邊的量是兩顆的量 兩顆柳丁炸出來的汁 那我們剛剛有剩下的汁有沒有 倒進來一點點 讓它味道融合在一起 再讓它稍微煮一下 加一滴滴的醬油融合 因為你剛剛那邊也只有放 一點點的鹽巴 這個幾乎一點點很少 剛剛你說你在醃鮭魚的時候 也放了一點鹽跟一點的甘藍油 然後我們這邊要來擺盤了 好 來 盤子給你 好 然後這邊一邊再煮醬汁 我先來擺盤 戴手套的意思是要 徒手取鮭魚吧 好... 還是徒手撈醬汁 對啊 是一個衛生安全的考量 好 好 我們今天呢 有一個小小的心 因為是要給小朋友吃的嘛 對 外型很重要 所以你的外型很重要 我們先把呢 我看得到這樣的畫面 好像要吃輪拼糕嗎 對啊 是不是又有這樣 老闆 我那個 你可以家裡用 用一些小小的模型 對 其實小朋友對於這種小模型 做出來的就覺得很喜歡 愛心啊 全國啊 對 圓的 三角方的 稍微加 壓一下 壓一下... 就算是定型嘛 對 看一下 拿起來之後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但是過程很多 那醬汁都還在燒喔 對 就是給它燒一下 燒一下 這樣子 好豐盛喔 對啊 好 我們這邊呢 醬汁燒得差不多了 我們就來勾一點的薄切 一點點就可以了 其實主體這個這邊大致完成 對... 一點芡 然後少許的冰糖 兩顆就好了是不是 冰糖讓味道更順口 對 然後我們這邊 勾一點點小小的包起來 這個汁我能想像它的味道 然後就有五香又柳丁 對啊 已經打亂了我腦中的秩序 因為五香就是既定的味道 就是五香的味道 然後又加了柳丁 柳丁 然後它居然弄在鮭魚上面 鮭魚一般我以為想要淋就是起司啊 對啊 不然就是真的鹽巴灑一灑 就可以吃了 不是灑青醬 為什麼就來我們吃個醬 好濃上去 其實洋蔥的那個辛辣味已經沒了 已經被煮掉了 洋蔥煮久那是甜 那根本就沒有辛辣味 我覺得這樣不只小孩子耶 有時候這樣煮給心愛的人吃 他應該就是整個 愛死你了 對啊 這有點...這個 已經可以就是 放在餐廳當料理了 這個很漂亮... 好 其實這樣大致上就完成了 大致上這樣還沒有完成啊 因為呢 我還有一個最後的小秘密 小秘密要加進來 這是什麼 今天的小秘密呢就是 剛剛的柳丁皮 柳丁皮 對 最後呢 我要把它加在裡面增加香氣 然後呢又可以增加它的色澤 你就不會吃起來覺得太膩 要吃到它不會有點苦 不會 它是香的 你只要不要弄到它的白色的地方 它都是非常清甜的香氣 好的 這樣子 增加顏色也變更漂亮 就完成了 Perfect 接下來 宇凱這邊 地獄食材嘛 對 來 紅蘿蔔嘛 沒有錯 宇凱 那我就做一個 紅蘿蔔蟹肉漢堡 紅蘿蔔 這很會耶你喔 對啊 雙小型機啦 這兩邊很厲害啦 對 但是我就紅蘿蔔 掉一個鳳凰放在旁邊 然後你不要吃它 好 我們現在呢 這個是豬絞肉跟牛絞肉 我們把肉放進來 然後這個是 地獄食材 有紅蘿蔔 紅蘿蔔 這裡把它切碎 對 切得很碎喔 無形 無色 有色 對 讓它無形的 增加它一點點味道 會顏色 對 放進來 再來呢 一顆蛋 一顆蛋一定要 一顆蛋 潤 然後接下來是 這個我不知道要不要加耶怎麼辦 洋蔥 我問一下他們 剛剛都說成這樣子了 還是要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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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洋蔥跟胡蘿蔔 你們討厭哪一個 兩個 都差不多 兩個都是差不多耶 那我兩個都放不是死定了嗎 不要跑 我跟你講 你如果做得厲害的話 就是讓它吃到 只吃到洋蔥的甜味 你的分數味很高 對 好 不管啊 來 洋蔥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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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加那麼少 好...有加喔... 然後這個 我們燙好的蟹肉 對 燙好的蟹肉放進來 現在人家全放啦 對 全放 好 這個是麵包粉 麵包粉 對 來 我們也全下 其實麵包粉它現在 有吃不完的吐司 都可以把它留著 然後冰去冷凍 再出來敲一敲一敲 對... 好 就麵包粉 我們稍微調味一下 這是黑胡椒 黑胡椒 一點點 不能太多 好 這時候我的小咪 你的小咪咪 小咪咪出現 是什麼 美乃滋 跟我們的芥木醬 這個時候都夾 這不是通常是夾 跟它寶寶裡面的嗎 沒有...我現在就夾 現在夾 它可以讓它更滑順一點 那個肉吃起來更滑順 而且所以芥木醬 可能可以蓋過那個紅蘿蔔的味道 對 然後這個芥木醬 有一點帶一點嗆 但不會辣 你確定小朋友喜歡吃芥末醬嗎 小朋友 你們喜歡吃芥末醬嗎 我跟你講 還不錯 還不錯 你不要讓他知道你到底加了什麼 你不要問他 你不要問他 那他們都看得到啊 其實 因為他們現在處於聊天的狀態 好 這個可以中和啦 一點點的 一點就好了 好 現在就開始攪拌它 戴手套 一般來講喔 像漢堡肉也是要摔的嗎 還是要... 還是要摔一下 然後如果你捏到那個蟹肉啊 那個蟹肉你把它捏碎一點沒關係 但是不要捏到全部都沒有形狀 稍微捏碎一點可以 就讓它吃到 隱約還吃不到一點的 一點海味 對...蟹肉的那個形狀 但如果你捏得 還是保留一點點蟹肉 我覺得那個口感會更好 我覺得這招把所有東西切很碎 真的還不錯 然後又有蟹肉的口感 我常這樣做烘蛋 騙下一個 對 下次可會打成泥啊 對啊 打成泥加進去 我們來做 英格的故事品PK賽好了 看一下 看誰打得厲害 你來加什麼 在這裡 再加點肉 肉再來一點 不夠啦 來一點 這個肉量滿多的 因為我怕那個肉不夠的話 那個漢堡到時候吃起來沒有肉味 都是那個洋蔥或是紅蘿蔔的味道 我完全不喜歡 好 現在小心喔 好 有衣服的 閃喔 閃喔 它要摔打囉 有衣服的 你不會這樣推服就好了嗎 我可以喔 我不行喔 算了 好 這時候呢 對 我們先來開火 我們等一下用漢堡 對 烤一下 直接用我們的瓶子鍋 什麼都不用加嗎 對 不用… 稍微烘它一下就好了 你看連納豆都會烘漢堡 這個誰不會 這個 漢堡肉 你的漢堡肉很新鮮 還會跳動 主要是烘到有一點點的焦 對…微焦 其實焦味一直是我們無法捨卸的味道 一點點微焦香味 好 就無止盡的摔它 摔到它 你會慢慢發現它本來是散的 後來就越來越定型… 變有筋性的 對 有筋性 筋性出來就好了 來 我們拿起來 搓成一個小圓球 這個就很像你去吃早餐店 在裡面做好一個 壓一下… 要生鮮的呢 摔一下 就讓裡面的空氣摔出來 拿旁邊 它會比較扎實一點 這個在家裡面可以自己玩 還滿好玩的 如果說小朋友一起玩的話 他們會覺得 對… 做我自己要吃漢堡 幫媽媽做捏成愛心的形狀這樣 好 來 幫我加一點油 對… 對… 這麼油… 好 還好 所以你要用半斤炸的方式 還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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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吃到盤很少 像這樣子 看油紋 有 把油紋出現 把它放進去 這滋的聲音出來 需要壓它嗎 老師 壓 現在 待會兒 待會兒再壓它 先放下去 我可以壓這個動作給我嗎 好…沒問題 那可以留一顆給我嗎 好… 這點是什麼 這是一種快感 這是一種快感 可是 可以自己決定這個漢堡肉的厚度 可是現在差不多可以壓 可以壓了吧 可以 可以了 可以了嗎 我 下一顆 你要壓嗎 好 這個要放一面嗎 不用 還沒… 沒啊 才要 對 稍等一下 那我要壓了嗎 看一下 好啊 給你壓 要壓了 好 你不是要留給我啊 我想你更忙啊 不是 現在懷孕不方便 不方便壓 對啊 什麼意思 你這顆做得比較大顆耶 壓這麼厚會好 大顆OK啊 你要厚一點薄一點 都OK 都可以 對不對 可是其實我覺得 絞肉裡面有紅蘿蔔 還滿好吃的 對 那個增加一點甜味 對啊 那個鮮甜味 不然太膩了 另外好吃 顏色也比較漂亮 我就是漢堡肉的好朋友啊 對 比如說四季豆在裡面 四季豆 對 也是切成碎碎這樣 四季豆 你下次要不要挑戰看看 我喜歡用四季豆煎蛋 但是放肉也好吃 對 因為它有脆脆的口感 因為四季豆本身沒有什麼味道 好 翻 翻 漂亮 其實還滿快的 對 其實還滿快的 但我們要怎麼看它 譬如說可以吃的 熟了沒 要會壓它嗎 都會壓它一下 然後它如果還有血水 粉紅色的血水滲出來 就是還沒好 對 而且牛肉還滿快熟的 對 但它還有放豬肉啊 它是牛豬混合 對 是牛豬混合 對 好 漢堡肉餅 所以你等一下 最後你等一下怎麼做 你就是讓大家單吃這個漢堡肉嗎 還是你有... 它包在 然後我剛剛準備的這個烘的這個 漢堡包 對 我們夾在裡面放一些配菜 夾在裡面這樣吃 那就是 有小朋友長起來就是漢堡 雖然是媽媽自己做 爸爸自己做 那感覺真的很棒 對... 那如果爸爸媽媽 還讓他帶去學校就更酷了 就是我爸媽自己做 因為外面買不到 真的不錯 對 可是只是我媽媽說 你們家開麥香美 這樣 沒有 這是我媽媽自己親手做的 對 還不賣給別人的 這個肉跟譬如說 我們看到那種早餐店的 就真的不太一樣 不一樣 早餐店那是什麼肉啊 它算也是算豬肉吧 也是豬肉 那味道讓我覺得有點可怕 主角 因為有一些它是用比較劣質的 剩下的 然後還加了很多東西 對 再製的肉 所以... 因為成本考量嘛 那妳說我們自己在家 我們當然就 永混在黑對不對 對啊 自己家裡做 當然是比較安心一點點 好 大概 差不多了喔 對 差不多了 已經沒有那個時候跑出來 我們就稍微拿一個盤子 先把它收起來 好 準備一個餐廳 吸一點油 把油吸掉 來囉 健康一點 不要油 好 然後這個呢 我們先把它濾掉一點 這個還要抹 還用得到 我再拿來炒一個東西 就是 蘑菇 看到了 對 炒蘑菇 小朋友會喜歡吃蘑菇嗎 豐富的食材搭配 豐富的食材搭配 遇開究竟能不能征服 小朋友的地類食材胡蘿蔔呢 答案就在廣告之後 炒蘑菇 小朋友會喜歡吃蘑菇嗎 喜歡 爸爸說還好 來 我們把這個蘑菇稍微炒一下 對 把它炒軟就好了喔 好 蘑菇怎麼可以這麼好吃 蘑菇還滿正的 超喜歡吃的 而且它是用剛剛那個 剩下的油 所以它裡面還有肉香 對 有肉香 其實像你如果要真的做漢堡牌的話 它剩下的那些渣或是肉汁 你直接拿來做醬汁的話更好 對 對 這樣要給小朋友吃 就不要用太重口味 你這樣一步一步拼做完成對不對 對 肉完成 我們現在就做我們的蘑菇汁 一點點的鹽巴來調味 好喝 好喝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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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會被聞到蘑菇的聲音 就差不多了 關火 所以就不會再動到火 這樣來拼貼了 對 來 火 好 我們剛剛烘的這個麵包 品狀的 這個下去還得力啊 我的天啊 漢堡 先補生菜 先補生菜 對 因為我們這樣也避免那個 麵包直接吸到油嘛 對 對 先補生菜 你看它這個放上來 小朋友早就忘記 裡面有紅蘿蔔和洋蔥 對 因為它不會打開來看 對 然後 然後 番茄 對 番茄 番茄 你夾很多東西耶 耶 你也夾起司 對 我們放一片起司進去 哇 好 最後 蘑菇 最後蘑菇 蘑菇把它放上來 然後讓它跟這個起司 稍微接觸一下 你來好了 我會給它吃手久掉 你要湯匙嗎 好 我用湯匙好了 哇 這個蘑菇還會就是黏著一點起司 對 來 完成了 完成了 各位 試吃時間了 各位 拜拜 瑄菇 恭喜 恭喜 蘑菇 好想要耶 我剛剛在吃 我剛剛兩個都其實都有吃到的時候 我想說其實小編哥可以選漢堡肉吧 為什麼你們會把這冠軍頒給蘑菇呢 可以講一下嗎 我覺得 我的評分分數是兩個都給一樣 因為我覺得 鮭魚 鮭魚排 鮭魚排 鮭魚很好吃 但是我覺得它有一個菜有點酸 所以我就給4分 然後 那個醬是偏酸的嘛 對 然後玉開老師 我也是給4分 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它的肉不是那麼的軟 我自己覺得 那路易恩呢 你的講評 其實我覺得 魚開哥哥的紅蘿蔔 就是完全沒有味道 對 而且它的肉是軟的 對不對 我覺得它的肉是軟的 而且搭上 搭上那個蘑菇跟起司就是很搭 所以其實妳的分數是給 魚開哥哥比較高 很喜歡囉 那那個靜宜呢 對啊 我是覺得 萱萱姐姐的肉它很... 就是很軟 然後又有鮭魚的鮮甜 所以我會選它 但是魚開哥哥的 它的那個也有到味 對 也是很好吃 所以我也給10分 謝謝 魚哥 萱萱姐姐的鮭魚 很軟很好吃 對 今天呢 恭喜萱萱 因為萱萱平常 就做東西給自己的子子吃 然後為什麼大家就要多練習 那余凱就多練習 然後回去多升級 沒問題 謝謝四位小朋友們 謝謝 對 謝謝各位 當然希望各電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也稍微學到很多做的東西 給小朋友吃的一些技巧 是的 這個食譜呢 在我們的FB都會公佈喔 好不好 對 所以下禮拜同一時間 繼續收看我們的 時代好料理 下禮拜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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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人還有你們 аксим的愛情 還 Sad 你 ין 我們 情緒 羨 dou 爽 是 别忘了我的笔 接下来播出金头闹 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